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理财Superman 今天我们过了四个年假 回来以后 我们发现台股走出了一个非常惊奇的走法 怎么个惊奇法呢 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看到了美国公布最新的PCE物价指数 那这个PCE物价指数公布出来 当然是远远的超乎了市场的预期 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 会来帮大家解析的部分 那这个通膨因为超乎预期的这么的高 所以导致了上个礼拜五的美股 当然都承受压力 那么承受压力的美股 也带着台股往下拖 所以上礼拜五的台股夜盘 其实是收了大概下跌100点 那在整个一开始 整个盘中 夜盘的盘中里面 一度下跌超过100点 不过最后跌幅有收敛 那后来就开始过我们快乐的四天廉价 回来以后 我们发现美股其实还在原地踏步 那么道琼相对的比较弱势一点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来跟大家做解析 整体而言 看起来美股在这里面多空拉锯的状况 依然是非常非常明显 台股一样多空拉锯 只是位阶上面不同 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指标 必须要去做观察 而这些指标呢 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于 三月份行情的看法的一些走法 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上面 最重要的就是来跟所有的观众朋友 分析一下 上个礼拜这些数据要怎么解读 以及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到 未来的股市行情 这就是今天节目最重要的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 一样邀请大家帮我们点个赞 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有任何在操作上面想要咨询的部分 都欢迎可以拨打我们影片下方的电话 我们的团队助理都会马上来帮大家做服务 好的 那么在前面我们已经把引言讲完了 主题就是三月份的行情看法 因为今天三月一号 所以当然要讲一下三月份的行情看法 那实际上面我们的看法并没有改变 因为其实我们二月份的时候 认为这个股市的估值过高 那实际上面美股 我们也说了二月初 二月二号二月一号的时候 美股就见到高点了 那台股的高点 其实在上个礼拜放假之前 指数还创了一次高 那么台股的位阶很明显的就是比美股高 这个是事实 我们从线图上面也看得出来 所以当今天台股维持在高档 而美股已经拉回修正 我们说这个叫做台股跟美股脱钩 那美股自己有没有脱钩 等一下后面的数据会告诉大家 所以整个目前金融市场的状况就是 不断的脱钩 再不断的脱钩 而这些脱钩会到什么时候呢 二月份已经走了一整个月 三月份还会继续脱钩吗 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聊完以后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些想法 好的 先讲上个礼拜五最重要的数据 因为市场在意通膨 所以通膨的数据就变得非常重要 而这个PCE物价指数 是联准会最在意的通膨指标 我们讲过非常多次 联准会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在意CPI 虽然CPI一样很重要 可是真正联准会在意的通膨指标 是PCE物价指数 而这个PCE物价指数 我相信大家面对到了 从1月底一直到2月的这一波上涨 美股的上涨 美股的反弹 台股的反弹 其实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跟背景呢 第一个当然是基于大家认为通膨 会很顺利的开始下降 第二个基于什么理由 第一基于联准会会很快的转向割拜 会停止升息会很快的开始降息 所以这一方面是认为通膨降温顺利 另一方面认为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不会这么的紧俏 在这两个背景就带动了整个1月底到2月的 这一段的台股以及美股的反弹 虽然说实话啦 其实美股在2月份也不算是反弹 实际上面美股的2月份算是走了一个小修正 算是走了一个小修正 那这个东西就是市场的预期在出现变化 但无论如何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前提 就是推动最近股价上涨最重要的动力 可是这两个因素现在看起来呢 经过了一个月 我们看到了劳动的数据 我们看到了物价的数据 我们看到了消费的数据 这些数据明明白白的都写着 美国的经济现在看起来有过热的疑虑 而且我们在节目上面也不断告诉大家 两件事 第一个叫做通膨很有黏性 通膨会黏在上面 不会这么快掉下来 市场虽然一直跟你讲说 通膨会降温 通膨会降温 但我们在2月份的节目上面 一直告诉大家通膨很有黏性 再来我们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从历史来看 不管是从1980还是从2000年 还是从2008年的历史经验来看 通膨在下降的过程里面 往往都会出现反弹 所以它下降的这个趋势 是不是一路的就降到2% 而是在过程里面其实蛮崎岖的 一旦联准会稍微放松货币政策 一旦市场对于通膨的预期的这个锚定开始松动 通膨就有可能在下降的过程里面出现反弹 市场预期原本上个礼拜五开出来的PCE的年增率是5.0 前期是5.3 实际上开出来呢 5.4 所以代表什么通膨不降反升 而且比市场预期高了整整0.4个百分点 0.4个百分点是非常非常大的误差 代表市场完全没有预测到说通膨会这么强烈的反弹 那么看到核心的部分 一样前期4.6 市场预期4.3 实际开出来是4.7 一样整整高了0.4个百分点 所以证明了什么通膨有粘性 证明了什么通膨在下降的过程里面会反弹 所以我们过去讲了一个月 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资朋友都是半信半疑 但是我们根据经济数据的观察 这是过去的经验 我们就只能告诉大家实话 只能告诉大家实话 实话是什么 通膨下降的过程真的不会这么的顺利 而上个礼拜五的数据也印证了我们的看法 好了 这个是数据的部分 那么市场呢 市场怎么反映 这个我们就要来聊了 首先第一个会反映的一定是债券市场 而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是全球最重要的资产定价的锚定利率 什么意思 讲白话一点 全世界的资产价格 不管你要从房地产的定价 从大宗商品 像是原油 像是黄金 这些定价 基本上都必须要依靠 美国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它就是一个定价的基准 最基础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现在已经来到了3.934% 也就是将近4% 那么4% 这个水位是在什么时候呢 在去年11月 我们不要看12月底 12月底这个点已经被突破了 12月底 现在的这个位置 比去年的12月底 还要来得更高 那么我们说过了 刚今天你的殖利率越高 就会对资产带来价格压力 为什么 因为你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没有风险的可以提供你4%的年化报酬 那么这个时候其他资产能够帮你带来的报酬 一定要更高 一定要更高 如果它没有比4%更高 或者是没有比4%高出很多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承担风险呢 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指标 这是一个无风险的报酬 那么其他有风险的资产的报酬 基本上都应该要大于它 不然我们要承担风险做什么呢 对不对 这个逻辑我相信大家能够接受 所以目前的殖利率 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已经回到了去年11月的这个位置了 回到去年11月的这个位置了 所以代表什么 债券市场已经开始消化 联总会以及通膨这两件事 我们前面讲了 大家认为通膨会掉很快 大家认为联总会会转向鸽派 但经济数据告诉我们 这两项都不对 都不对 通膨没有降得这么顺利 联总会也没有要转向鸽派 所以债券市场的殖利率 已经开始反映定价了 有没有 债市已经开始反映了 可是股市呢 股市不接受 现在的股市是不接受的 什么叫不接受 不想要接受 认为现在呢 有一派人认为 经济的这个循环周期 应该已经落底了 要开始走出新的一轮牛市 但目前我们的看法并不是这样子 我们从美股的走法来看 确实2月份的纳斯达克指数 是在走一个拉回修正 整个2月份都是 因为2月初的时候就见到高点了 拉回修正 这个修正幅度大概修了800点 换算成台股大概就是要修正1000点左右 要修正1000点左右 所以美股确实有稍微在反映 整个利率以及通膨的预期调整 可是这个反映的幅度够吗 很显然不够吗 为什么 我们前面说的殖利率 已经回到了去年11月的水准 这个是现在的位置 去年11月的位置在哪里 在那边 在那边 所以中间还有没有差距 当然有 所以代表股市里面仍然有非常多的主动性买盘 有很多的买盘 那这些买盘当然就会把股价撑在这里 可是我们说过了10年期公债殖利率 它就是一个资产定价的基础 所以基础已经摆在这边了 那到底是基础要跟着做调整 还是股市要跟着基准走 我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想一下 至少目前现阶段看起来美股并没有完全的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预期的转向全部定价进去 只定价了一部分而已 那么道雄指数更明显 道雄指数在前一阵子是最强势的美国指数 从去年的10月11月那个时候开始在这个地方横盘震荡 这个震荡已经震荡多久了 震荡了将近4个月 4个月的时间 而这4个月的时间 你从形态学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头部 那么如果要化解这个头部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你最好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拉出一根长虹突破 那它就不是头部了 可是不对 道雄指数还记得吗 我们在廉价前有一天道雄跌了700点 在公布PCE那一天又跌了300点 所以其实道雄在这个位置 已经拉回到了年线以及半年线的位置 那大概也是颈线的位置 如果在这里再出现一根黑K 跌破了这个支撑 跌破了这些重要的均线 那么在形态学上面我们叫什么 头部完成头部确认 所以其实道雄指数在现在看起来是有风险的 那我们刚刚讲的纳斯达克指数 其实已经反映了一点利空 已经开始去做消化了 但是其实跟我们的基准利率定价还是有脱钩 所以还有修正空间 这是我们从美股里面得到的看法 那么台股的话更强嘛 我们就撑在上面 美股跌我们也没跌 那今天我们讲了台股跟美股脱钩 而美股跟美债脱钩 谁会向谁收敛 这个就是后续行情的观察重点 这是后续行情的观察重点 也是我们会来帮大家追踪的部分 那么今天盘面上面最热的股票是谁 就是2454的联发科 在我们录影这个时间点涨了8% 那我们预计应该照今天这样子的走法 它应该是会往涨停板去做逼近啦 会往涨停板去做逼近 那为什么联发科会大涨呢 因为宣布了股利政策嘛 我觉得台湾股市里面的投资朋友 包含像是很多的机构法人 都很喜欢一些高值利率的题材 但是这些高值利率的题材 在2022年其实受伤 蛮惨重的 蛮惨重的 为什么 因为股利政策这件事情 我们每一年都要拿出来跟投资朋友讲 股利政策其实是左手换右手 那重点是什么 要填息 没有填息的话代表你赚了股利 但是赔了价差 而实际上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红色框框的部分 是去年联发科的除息缺口 在今天大涨之前呢 其实这个除息缺口没有被补起来 所以代表去年因为联发科发了很高的股利 所以进去买进 然后一直抱抱抱抱抱到现在的投资朋友 其实是没有赚钱的 从去年发股利哦 一直到现在 抱到昨天 不要说昨天 上礼拜为止是没有赚钱的 那么今年呢 联发科又公布了他的股利政策 当然他们是一般的股利 联发科宣布一样七十几块钱 七十三块的股利的时候 股价也稍微在往上走了一段 但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股利政策并不会影响到公司的营运 也就是今天联发科要发一百块的股利 发一百四十块的股利 跟发十块钱的股利 照理来讲 不应该影响到联发科卖晶片的数量 这个逻辑大家可以相信吧 可以接受吧 今天联发科发的多或发的少 并不会影响到他卖晶片的数量 所以股价终究还是要去反映他的基本面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想法 而联发科最大的对手是谁 就是美股的高通 而高通的股价 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得到怎么样 从二月份的时候是一路往下修正 一样一度涨过年线 紫色这条是年线一度涨过年线 但后来开始拉回 拉回到季线附近 来我们再看一下联发科的部分 一样涨到年线附近 拉回到季线附近 可是高通是怎么样 高通是继续往下走 而联发科却是逆势往上走 这个是联发科 这个是高通 这个高通 这个联发科 很明显的股价走势不一样 那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因素 可以让高通跟联发科的股价出现 这么不一样的走法呢 如果高通的手机晶片卖得不好 联发科的手机晶片能够卖得好吗 这是一个问号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 因为我们有去放空这档股票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上面有讲过 那今天就是被嘎 这个是事实 我们必须要承认 但是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现在的股价 我们认为都仍然处于高估 那当然最重要的原因 其中一个 一方面是因为联发科 不管是在投片量 不管是在营收 还是未来的财务展望上面 都还是偏向悲观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 什么样乐观的资讯 那既然我们维持的是 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们要根据数据来去做操作 当然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 去做追降 因为估值过高 那联发科最大的对手高通 都走出这种走法的情况之下 我们更不可能在这个地方乐观 老大不好 老二要怎么好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逻辑也是我们跟大家分享 因此我们认为今天就算涨停办好了 就算股价在这边出现了一根长红K 可是我们对于股价未来的展望 仍然是偏向比较保守的 所以我们这档的空单 目前应该是不会回补了 目前不会回补 当然上方 它今天要再继续往上走 要走出一个非常强力的多头 那我们站在风险控管的角度上面的话 它打到了我们的目标价 出厂价 那我们可能也还是要先出厂一趟 但至少现阶段 我们能够跟大家说明的是 它的公司营运以及产业的状况 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改善 那这个殖利率的题材能够炒多久 我们也不知道 那有没有一些能够借进的 我们来看一下 市场上面在整个2月份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题材在轮动 我相信这个很多投资朋友也都知道 像是什么 1605的华星 前一波也是一样 大涨了一段 涨很多 在炒的是什么 涅价题材 涅价一直涨一直涨 那华星有很多的涅的库存 这些东西应该可以反映在他们的营运的基本面上面 所以股价走了好大一段 结果呢 在廉价前 公布完他们的第四季的EPS 0.16 今天一根跌停 一根跌停 一个利空 前面有题材在炒 那么一个实质上面的利空股价跌停 再来2606的域名 很多的散装航运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涨幅 涨得又怪又凶又急 很多的去年 其实有蛮多套牢的投资朋友 看到说就觉得 好可惜哦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喷出 如果当初没卖的话 是不是现在就能够少赔一点 或者甚至是解套 但这种想法其实不切实际 因为不是每一档股票 不是每一档套牢的股票 都会出现反弹 那这一波的反弹主要是在反映什么呢 BDI运价指数大反弹 我相信大家都会看到这个新闻 但是如果有在做研究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把BDI指数打开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 对啊 它真的是大反弹 可是它仍然运价是在地板 运价是在地板 那既然运价是在地板 代表什么 代表这些散装航运的业者 仍然还是在亏钱 所以你前面有题材 确实有题材能够带动短线上面股价的走势 可是问题是你会发现 它还是亏钱 那怎么办 今天一样大跌 一样大跌 股价终究要去反映它的基本面 那么BDI大概什么样的状况 你就想吧 原本可能是5000块的运价 打到只剩多少 打到只剩下500 打一折 现在反弹到900 跟你说涨两倍 所以怎么样 市场受到题材激励 可是我们要去看它的绝对位置 仍然处于一个产业逆风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股价 它当然不会偏离 它的应该要有的基本面 短线上面 你有一些动能 可是问题是长期来看 你还是要反 你还是要回归到它的基本面上面 只是呢 这个回归的时间 是在什么时候发生而已 它可能涨上去 反弹完以后在这里盘整 后来才发现才下来 也有可能像现在这样子 涨上去以后 马上就发现 马上就下来 所以我们在交易上面 仍然必须要透过数据来去做操作 这个大涨两根 或是甚至有的大涨三根 并不会影响到这些公司的基本面 股价跟基本面 它没有办法互相影响 没有办法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终究还是要去做好 该做的研究 然后根据这些研究 来去制定我们的交易策略 不然我们可能或许 猜对的了一时 但是夜路走多了 总会遇到鬼 所以我们必须要维持好 我们的交易的核心原则 那么我相信这些 不管像是域名的案例 还是华星的案例 都是前面先炒了题材 那么后面回归到现实面以后 股价就出现修正 所以我们最重视的 仍然是公司 有没有在反映 他们应该要有的估值 以及基本面 当这些条件都没有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交易 当然也暂时不需要去做调整 这是我们团队的看法 那么我们认为 三月份的行情 风险这个地方 在二月份不断的累积 我们说了台股跟美股脱钩 美股跟美债又脱钩 终究得要收敛了 那实际上面有没有一些领天指标 能够参考呢 在今天或者是这几天 应该就会公布最新的景气对策灯号 因为每个月的月底 都会公布上个月的景气对策 那实际上面 我们这个景气对策灯号 已经来到了近20年以来 近10年以来新低 十几年了 13年以来的新低 那我们已经亮出了两颗蓝灯 我认为这个月公布出来 应该是第三颗蓝灯 没有什么太大的疑虑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三个绿色圈圈 其实每一次股市 想要走出一个大的多头 大的牛市 它伴随的都是什么 伴随的都是我们的景气灯号落底 景气灯号落底 也就是我们已经要确定了 那经济可能最糟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股市才容易走出一波 大牛行情 才有办法走出一个新的牛市行情 虽然每一次 在整个景气灯号到底部的时候 中间都会短线上出现反弹 可是呢 其实真正我们要看到 它走出一个大牛行情的时候 往往伴随的就是景气灯号的落底 那么这一次呢 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景气灯号 看起来像要落底的状况吗 那我们的台股走出的样子 又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 它只是反弹的话 后面又不要去进行一个估值的修正 我们认为要 至少我们现阶段看到景气对策灯号 目前还没有办法马上的去做一个翻转 目前还没有办法马上出现一个翻转 所以我们认为台股在这个地方 依然有估值过高的疑虑 所以2月份没有来的修正 风险没有不见 它可能只是被递延而已 对于3月份的行情 我们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们仍然是看着相对的比较谨慎 跟比较保守的 那很多的股票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都是鼓励投资朋友 可以先做获利了结 那你至少分批获利嘛 你不要就是 所有的股票就是坚持要一直抱 一直抱一直抱 很多的股票就是抱一抱 它又下来了 那我觉得这样子对投资朋友也不好 那无论你今天认同我们的看法 或不认同我们的看法 只要投资朋友能够赚钱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都蛮值得恭喜的 股市里面做多做空不是敌人 多空本来就是伴随的 本来就是相互 相互依附的 你要有多才会有空 所以无论做多做空 我认为都没有关系 重点就是呢 我们都是祝福所有的投资朋友 都能够赚钱 那我也把我们团队做的研究 以及我们做的这些研究里面 得出来的心得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在接下来三月份 既然二月份 我们关注的这些东西 可能风险都被递演了 代表接下来有很多的经济数据 还有很多产业要公布的营收财报 这些都是必须要盯紧的 那如果投资朋友不会盯 或者是懒得盯的话 那欢迎加入我们群组 因为我们都会在群组里面 分享一些我们的看法 上面是我们的LINE 下面是我们的Telegram 都欢迎大家可以加入 里面的资讯都是免费的 那我们团队 一样会来帮大家追踪 财经市场的最新资讯 还有继续帮大家解读 总体经济数据背后的秘密 那么如果投资朋友 觉得我们的节目 对你有帮助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 在最后帮我们点一个赞 你的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 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你想赚钱吗